大家好,我是雅欣 人生苦短,我们总要为自己的一生负责 人生不易,我们也要为自己的事情操劳 一辈子不长,大大小小的事情很多 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准方向 把精力用在刀刃上,才能够让人生顺利 那么这第一件事就是交对朋友 古人说,交有头粪,切磨珍规 意思是,交朋友跪在意气相合 能够相互切磋,相互劝解 曾国藩的交友标准就非常的高 他自己总结了,八交九不交 在给弟弟曾国权的信中也曾经提到 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 不可不慎也 朋友可以说有很多种 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 叫,尽朱者赤,尽末者黑 交了什么样的朋友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 就决定了你以后的人生道路方向 那么第二件事是,要经营好家庭 家庭一直以来都扮演着避风港的角色 它不是我们发泄怨气的地方 而需要我们精心呵护 俗话说,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草窝 历史上最著名的应该就是曾国藩的家书了 当然也正因为曾国藩注重对于家庭的经营 曾是一族,一直到现在都能够保持着人定兴旺 第三件事是说要有定力 古人说,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有静 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事情要有定力 才能够静下心来思考 苏东坡在江北瓜州任职的时候 经常会跟寺院里的佛印禅师讨论禅道 有一天,他自认为自己的修行有所成就 就写了一首诗给佛印 诗中有一句话说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帘 意思是,自己的心已经能够做到转悟而不畏悟转的境界了 但是佛印看后呢,只回了两个字,放屁 苏东坡看了之后,立马就去寺院里找佛印理论 佛印笑着说,八风吹不动,一辟过将来 苏东坡听到之后非常的惭愧 觉得自己太沉不住气了 而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心里面要有定力 如果能够做到八风不动 那么之后我想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应该都能够迎刃而解 第四件事呢,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当然了,也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一笔财富 只有身体健康,我们才能够去更好的学习工作 照顾家庭,否则不光会拖累家人朋友 自己更是会一事无成 那么在我们今天视频的最后 我想起了这样的一句话 人的一生从来都不是一个赔本生意 它的潜在价值是我们估量不到的 只不过是要看你怎样过这一生了 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喜欢视频的朋友请关注支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